嗨,大家好,我是BB姐 之前我们给大家普及过穿越机的玩法主要有两种 竞速比赛和freestyle花式玩法 速度快是穿越机的最大特点 最高时速可达200多公里 百公里加速不到一秒 这种皮底顶级超跑的速度用来比赛自然是非常有看头的 在上一次穿越机的节目中 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过穿越机的赛事 freestyle花式玩法我们也出过几期视频分享 如果你还没看,欢迎全网搜索Hey Jones 银河系最高无人机团伙在等你哦 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是在郊区草坪,地下车库,废弃大楼等地玩花式飞行 很多人说,刚开始看这种视频会有晕车的感觉 因为大量的穿梭镜头带来了极其刺激的视觉体验 但如果你以为穿越机的freestyle花式玩法就只有炫技那就错了 其实穿越机用来正经航拍摄影的话 是毫不逊色于无人机的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穿越机在航拍摄影方面 与无人机有什么不同之处 外出旅行航拍一下当地的风光建筑等等 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我们先来看看无人机玩家和穿越机玩家分别拍出来的风光效果 无人机拍摄的风景 穿越机拍摄的风景 从对比效果可以看到 无人机航拍的画面非常平稳 镜头运动的速度也并不会特别快 这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关注构图、运镜 以及慢慢欣赏画面中的所有风景 此时我们更符合一个观看者的角色 而穿越机的速度感和没有云台的倾斜效果 恰恰给人一种随心而动的感觉 你会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只飞翔的雄鹰 在群山之上自由翱翔 贴着海面急速掠过 又或是围绕建筑任意盘旋 你的眼神焦点基本都会聚集在画面的中心 所以说起来 航拍机与穿越机呈现的效果 最大的不同就是 一个是将风景呈现给你 一个是把你纳入到风景当中去 在极限运动的拍摄中 我们也经常看到航拍的视角 无人机拍摄的极限运动 穿越机拍摄的极限运动 由于无人机的机身不像穿越机那般小巧 撞一下可不是小事 所以可能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看到的无人机航拍下的极限运动 大多是远景或全景 大全景为主的记录性视角 呈现出来的也同样是非常稳定顺滑的画面 但小巧灵活的穿越机就不一样了 无论是远景俯拍 贴近环绕 还是急速跟随 花式穿梭 每一个镜头都让人感觉参与其中 紧张又刺激 而且穿越机相对耐摔 价格也比无人机便宜 造起来也不会太心疼 只不过 穿越机的操控难度 比成熟智能的无人机要大很多 想要拍出这种抓人眼球的画面 是需要不断的大量的练习才能实现的 这可能也就是 为什么无人机目前的普及程度 比穿越机要高得多的原因之一吧 现在无论是电影广告还是MV 航拍已经成了常规的拍摄手法 我们还是先分别看一下他们的拍摄效果 无人机拍摄的MV 广告 参与其拍摄的MV 广告 参与其拍摄的MV 广告 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穿越机在电影拍摄中的应用 不过目前能找到的 穿越机拍摄的电影资料不多 但穿越机在广告或MV方面的应用 已经越来越多了 比如这种从超狭小空间穿梭的创意广告 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光靠感官的刺激就足以让你印象深刻了 当然要说最炫酷的还是汽车广告的拍摄 或追逐或环绕 甚至来个底盘穿梭等 飞驰的速度加上极致的运镜 看完感觉穿越机与汽车简直是绝佳的搭配 不过穿越机虽然以它独特的性能玩法 在广告MV中展示了无法取代的创意效果 但目前在电影的拍摄中 航拍无人机的运用似乎还是更为广泛 因为电影不只是仅仅为了展示某个镜头的炫酷 航拍画面作为整个影片的组成部分 通常是为情节服务的 构图的讲究 运镜的方向 速度的缓急等等 都是一情节而定 因此操控更加简单 可控性更高的无人机 就成了电影航拍的主力选手 总的来说呢 穿越机和航拍机是各有优势 定位和应用场景也不同 那看完我们的介绍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点个赞哦 我是BB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